2016大法官選秀大會結果將於10月25號揭曉 本次有7位候選人入圍 角逐新一屆大法官 在立法院嚴酷的考驗下 誰能夠順利通過提名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 本次入圍的7位候選人 各有什麼不為人知的專長絕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ap 三民族裔 你願不願意嗎 這個三民族裔 三民族裔裡面的問題很多啊 我唱國歌的時候 不會有人注意到 我有沒有唱 哪幾句 還有許智雄教授也說 他不願意唱國歌 是因為 него心 Tang的字 認為三民族裔有問題 你的立場是一樣的嗎 五英不全 我不會唱歌 你不会唱果歌 我不会唱 我五音不全 你愿意唱果歌吗 我没有问题 我不排斥果歌 将来如果同性婚姻合法了以后 哪一个是夫 哪一个是妻 要怎么来判定 称夫跟妻是传统的讲法 也是民法的出发点 民法第9880条 对同性者而言 他们第一个或许不在乎 谁是夫 谁是妻 因为是同性嘛 所以你将来如果合法了以后 我们不知道说 谁是夫 谁是妻 那如果确定了以后 以后这个婚姻 婚姻关系持续中 他们可不可以任意来变动 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同性婚 合者为夫 合者为妻 我们只要尊重 他们是婚姻的当事人 就可以了 太平岛是交还是岛 这也不是释放 太平岛是交还是岛 你都不能够回答 这样子的人 这样的候选人 要当我们的大法官 如何维系我们整个的宪法 想请教对于国外座 到底该存还是该废 黄教授你的意见为何 这请立法部门跟行政部门决定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社会中 已经非常普遍 讨论的这个社会议题 所以我认为 其实黄培提名人 你应该有相对的一个看法 大法官不是万应公 三个两个礼拜 什么问题 我都会回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